經常都聽到某位女同事說要減肥 有經常在網上看的各種各樣 content farm 用誇張的標題吸引點擊的文章 什麼每天三分鐘受套藍 每天吃什麼什麼就可以受 但其實實際上完全沒用的減肥教學文章 所以這次就來拍片跟大家詳細講解一下 很多身手減肥的時候經常犯到的錯 以及一些錯誤的想法 運動可以幫助你增加熱量的消耗 但如果你攝取的熱量仍然多過消耗的熱量 即使你每天都做大量的運動 仍然會增肥 就以日本的雙婆選手為例 他們每天都做大量的運動訓練 那為什麼又受不了下來呢? 就是因為他們每天都保持著吃大量的食物 所以體重 即使怎樣去做運動都減不了下來 因此 不用節制飲食的話 做多少運動都是屠勞無功 而懂得控制飲食的話 即使你不做運動 都可以順利地減肥 所謂七分靠飲食 三分靠運動 或者你會問 我只需要節食就可以了 還需要運動嗎? 如果你只考慮體重的數字的話 那的確是OK的 但如果你要考慮更健康 更好看的身形的話 那這個答案就是錯了 剛才都說了 只要吸收肥消耗少就可以減肥 只要節食就可以減肥了 那為什麼還需要做運動呢? 的確 節食減肥是可以令你體重減輕的 但如果不做足夠的運動 吸收足夠的營養 這會令你的身形更加醜 因為如果身體長期處於飢餓的狀態 又沒有做運動去刺激肌肉 身體就會認為肌肉是一些沒用的負擔 由於身體會優先減走了 這些會消耗能源 但又覺得沒用的東西來維持生命 所以肌肉就會流失得很快 當肌肉比脂肪更快流失 即使成功受到熱氣 由於肌肉都消失了 都只會令人覺得你是皮包骨 而不是FIT 就好像非洲兒童一樣 另外由於少了肌肉去幫忙消耗熱量 當節食完了之後 正常的飲食都會令你很容易翻肥 變成了一個即使只是飲醉都會肥的體質 所以正確的減肥方法就是一邊減少進食垃圾食物 一邊去做運動 增加肌肉來令身體的比例更加好看和結實 而另外運動也可以令人的心情更愉快 和提升心肺的功能 令你更加健康 所以運動對減肥絕對有很大的幫助 只有跑步等的大養運動可以減肥嗎? 很多人一提起減肥就說要去跑步 其實除了跑步等的大養運動可以消耗熱量之外 重份和HRIIT都可以有效地減肥 正確進行底下甚至會比跑步更加有效 首先要理解 人體的肌肉每分每秒都會消耗熱量 越多的肌肉就會消耗越多的熱量 所以負重運動等的增肌運動 除了做的時候可以幫你消耗熱量之外 當你不做運動的時候 增肌之後的身體裡面的肌肉 都會不斷地幫你消耗熱量幫你減肥 而之後由於你身體的基礎熱量消耗大了 連翻肥的機會也會大大地減低 所以可以見到很多很適合的女生 也都很喜歡去健身房做負重訓練 四點是不是鍛鍊身體哪個部位 就可以減到哪個部位呢? 有很多人都以為身體的脂肪可以局部減少 練腰就可以瘦腰 練手臂就可以瘦手臂 但這個絕對是錯的 脂肪是不能夠局部減少 而是會安全身的比例一起減 所以坊間那些聲稱瘦腰、瘦手臂的運動都是假的 雖然這些運動做的時候的確可以消耗熱量 以及刺激那個部位的肌肉生長 但就不能夠減走那個部位的局部脂肪 相信有人會問 我手腳好幼 但反而有肚腩 那就可以怎麼減呢? 首先就要分清楚 手腳幼就不代表瘦的 有很多人都只是因為他的肌肉量太低 所以看起來很瘦 但其實他的體脂依然是很高 我們就會同稱這類人做skeemly fat 泡芙人 看起來是正常的 但其實他的餡裡面全部都是脂肪 提脂是很高的 由於他的內臟脂肪高 所以即使他的手腳很幼 他肚裡面高脂肪的內臟也會令到他們肚腩現人 即使瘋狂去做sit-up等的腹部運動 對你的幫助其實也是不大 你需要的 首先就要擺脫了skeemly fat這個狀態 先做運動和節制飲食去減少你的體脂 同時增加肌肉 當你的體脂低了下來 內臟脂肪也會隨之減少 你的肚腩也會自熱地消失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對減肥有沒有更加認識呢?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 我都會盡量解答大家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要like、subscribe和share支持我們 就記得按訂閱旁邊的鈴鐺 我們下次出新影片的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好,bye bye